好聽到關鍵字喔 我覺得今天大家組成其實蠻多元 很開心大家能夠願意分享給自己的這些狀況跟資訊 所以我們知道有學生還沒開始找房子的 有社會新鮮人剛開始租屋的 我們也有住了這個二十年二十幾年的 那我們有房客有房東 或許其實大家碰到二房東 房東有沒有碰到覺得不好的房客 那當然大家聽到很多期望 或許很多大部分不是我們今天可以解決的 有一些可能需要律師 有一些可能需要的投資顧問 但是我們今天盡量讓大家了解一下 就記者的部分跟老師的專業部分了解一下這個狀況 簡單的我自己是一名律師 我人生第一個辦跟自己切成傷關子 就是租屋的糾紛 我也是之前的房東還我押租金 那怎麼辦呢 幾萬塊錢不是小數字 但作為律師最方便的就是我自己寫書狀 我自己寫支付命令 我不用花錢 但是我就在想 假設各位不是律師 你花這個錢還要去找律師 你要諮詢 你要怎樣爭取自己的權益 很困難 所以或許大部分人 尤其像年輕人或是老公 你自己的薪水都不行 你去打訴訟還要請假 那大部分是不是就默默彼此 就自己吞了下去了 那很多事情跟各式各樣的議題 就不會被講顯出來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很深刻的感受 那報道者在這邊 其實大家如果看報道 有很多很多很精彩的部分 我們馬上就把時間交給真話跟子午 先請他們跟我們分享他們自己的 報導上面的經驗 OK 我們先讓真話開始 好嗎 首先先謝謝大家 今天下雨天那麼冷還來 那我們 我跟子午這部分會分成兩部分介紹 然後我主要是介紹 豬的概況跟年輕人豬的困境 那子午會介紹老年人的豬困境 以及就是政策的方面 好 在開始之前 可能我還是要介紹一下報道者是誰 我想今天有很多報道者的粉絲 也有很多新朋友 所以想大概花30秒時間介紹 報道者是一個台灣第一個 由菲利基基金會所成立的媒體 我們也是台灣第一個 就是專注於深度調查報導的媒體 我們今年剛滿3歲 那這三年的時間 我們做了大概1553篇的 調查的報導已經評論 我們當然也獲得了很多肯定 像是台灣的卓越新聞獎 以及亞洲SOPA的卓越新聞獎 如果大家對於我們的報導 有興趣的話 歡迎到我們的粉絲頁走走 跟我們的網站走走 相信可能會發覺更多更多 就是你自己也有關心 或是很在乎的議題 好 那進入正題之前 我剛剛聽到非常多人都租屋了 但是想請問各位租屋的朋友們 你們有人遇過火災嗎 有的請舉手 好我想這邊租屋遇過火災的 應該只有我一個吧 還有我還有我 還有你還有你 真的嗎 對 對 好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們整個專題 其中一篇是在講租屋唇一的事情 那不好意思 我可能就是主角之一 那這也是為什麼會跟租屋遺 開始這個專題的 剛開始的故事 那其實在四個月前 就是某一天凌晨 然後我在睡覺的時候 突然被一聲巨響 跟就是很奇怪 整個屋子都在震動 突然被驚醒 那醒過來之後就發現說 欸我怎麼房間都是煙霧 然後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只能趕快拿著我的包包 敲起對面的鄰居 沿路敲 因為我就是分數套 沿路敲敲敲敲敲敲敲出去 那衝到南京東路道 然後我一看 我才發現天哪 這是電影 這是電影嗎 我為什麼有兩車衝進我家樓下 那它就爆炸起火了 所以在這場火災之中 我家跟我鄰居的家 就是因為電線演唱的關係 整個就是你可以看到 內裝都複製一具 那我沒有想過我人生會遇到這件事情 那當然這場火災也燒出了 我沒有想過的租屋問題 像是租屋安全 像那天晚上呢 其實因為我的房間是商業區的公寓 那房東是把前面大馬路的房間 跟後面上的房間打通出租 所以那時候消防隊其實很想救上面的房間 但他完全找不到入口 因為入口不是在大馬路 他在後面的巷子 所以因為這樣子延燒出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才思考說 對我租房子為什麼只看價錢 只看交通地點房內裝 我為什麼沒有想過 我如果真的發生火災要挑戰的話怎麼辦呢 那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我也遇到跟房東握旋的問題 因為大家也知道台灣九成的房東是沒有繳稅的 那這個狀況之下呢 其實你在房中 你房間整個被燒掉 包含你的契約被燒掉 那他沒有繳稅 我們又是以現金交易 你要去整門證明你住在這邊 那剛好我遇到的是比較好的房東 他沒有跟我就是 就盡快去爭論 他就可能盡量想要賠償 就是我們彼此雙方的損失 但是我覺得這一點其實 大家也可以思考看看 如果你的契約被燒掉了 然後你可能房租比較精明的房東 是用行李交易的話 那你要怎麼去證明 你有居住事實的狀況 那其實我當時的房東 他也很怕遇到很多狀況 因為他就是黑市下的房東 所以那時候有火場見識 那火場見識可能就會開始問你說 欸這邊是怎麼起火 雖然不是他也不是我 但是他很怕就是這場這個火災見識 會不會讓公務局的人來查違建 讓國稅局的人來查來追稅 他非常非常緊張 甚至叫我們的鄰居假裝是親戚來借助 就沒有去證實這件事情 我們只是來借助 那邊可能是一個廚場見等證的 像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樣就開啟了 就是我們開始這個深度調查報導的契機 那其實我們在做調查報導的時候 除了居住的 不好意思 除了居住的權益的問題 我們去訪問了很多學者跟租屋的專家 發現了其實從居住權益延伸出來的 是租屋黑色問題 那租屋黑色的狀況之下 其實你可以看到就是政府沒辦法盤點 就是你哪裡有租屋的物件 然後你也很難去規範內裝 譬如說他最近雖然有台北市政府威力 他可能有規範一些租屋的內裝 裝消防設施等等的 但是其實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裡 你怎麼去強迫他做這樣的規範呢 那另外就是假設發生火災的時候 消防隊也很難掌握 以及一間到底租了多少人 譬如說我的 我有訪問一個消防隊的隊員 他就說他自己曾去遇到 或是有一趟火災在公寓 然後外表看起來就是很正常的公寓 但進去才發現 怎麼跟飯店一樣 隔了非常多間 然後他們就是為了要救援 所以他們要踢門拿踹門拿破壞門 才能趕快去看那個裡面有沒有人 但最後他們也沒辦法確定 當下真的沒辦法確定 那時候那邊到底是有多少人 所以這也可能造成就是人身安全的問題 那最後就是我剛剛提到 當你所有的財產是自免 契約被燒光了 你有沒有想過就是 你要怎麼證實自己居住在那邊呢 這就是那時候 我們在訪問過程中 就是發現了幾個租屋黑資訊的問題 好 欸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 他跳的有點多 好 那我就下一頁 好 那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並不是個案 因為我覺得大家可能有關注到 最近的新聞 或是這幾件新聞 租屋活性非常多 騷屍人的更是不太 就是不太少數 那我們開始調查說 台灣的租屋屬性扣道有多多 那就發現就是政府有調查過 包含一般小資租 包含學生租在外 全台灣大概有三百萬人是 現在是租的生活方式在租的 大概佔了台灣的八分之一 但是這八分之一 這三百萬人可能只是租市場一山一角 因為租市場是黑的 然後那麼多房東沒有繳稅 然後當然有好房東 我覺得我也到很好的房東 但是大部分的房東是沒有繳稅的 那政府或是我們要怎麼去盤點 到底全台灣有多少人 居住的方式生活的 好 但在租屋黑市的幾個狀況之下 我大概分成三大點 來跟大家談 租屋黑市會引發問題是什麼 那第一點呢 其實是 我覺得不只是訪客喔 我覺得訪東也非常非常可能採雷 就是被破 內裝被破壞等等的 雖然就是今年我們通過第一步租賃狀法 但是它其實是條令 它沒辦法抑制去規範 就是可能訪東或訪客的義務啊 然後你也沒辦法 一般人也說真的 你也不會去了解這些事情 所以其實 在權益都無法把保障的狀況之下 訪東跟訪客只能玩著 永遠都玩著踩地雷的遊戲 你不要踩到窩 我也不要踩到窩 那第二點是 政府與大眾無法找破租金行情 那我想這大家會知道 很多人都問說 我不知道我這個房間格局 一個木板 一張床 一個櫃子 十六千塊 這是合理的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到底合不合理 因為這樣 在租屋黑色的狀況之下 其實不管是政府或是大眾 都無法掌握租金行情 我們可能只能送我們五九一啊 或是可能很多不同的租屋網 去大概看一下那個波動 但它並不能代表整個權貌 對 那第三點呢 也就是我們報導一直想要 這次想要突顯的點 也就是租屋其實有問題 因為台灣有九層房東 其實大部分都屬於個體戶 那個體戶房東 其實他可能是很多房產兼職座 然後都要管理 他自己才花很多時間 所以當然他在挑選房客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略過老人 單親家庭殘勤人士等等 他可能會付出更多時間 什麼去care的租客 所以租屋其實也是租屋市場 一個就是大家都需要面對的狀況 好 好 還有 還有 還有沒辦法 繼續 可以幫我用到下一頁嗎 對 好 那其實很多人都會問說 就是好 我如果租屋只是我的過渡期 那我有一天賣房好了 我們那時候也這樣想 因為我們會覺得說 雖然有三百萬人在租房子 那他可能不能代表全部 但是我們在看了就是 全國房價首個比趨勢以及 就是全國房價首個比排名之後 我們發現說 其實以今年第一季的狀況來講 你要買全國移動中位數總額的駐站 你必須要九年不吃不合 才能買得起 那以就是排名來看的話 綠色那一條是全國平均9.08 超過平均的是 第一名是台北市 第二名是新北市 第三名是台中市 都集中在都市 那我想可能 像是台南高雄 他們可能相對來講 是比較OK的 所以很多 離鄉被撿的游子到台北 才會覺得說 怎麼這裡住金這麼貴 跟家鄉不一樣 對 好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很多人都會採取 不斷買的方式 去規劃他的人生 生活 那我們很好奇就是 到底這10年來 台灣的租屋黑市 到底租屋黑市 那他的租金足漲到底是多多 所以我們就是去爬了591的租屋網 10年來的成交資料 並且就是刪掉幾萬數 重複登記紅白數等等的資料 爬了大概28萬 然後是9萬筆 我們發現其實 你可以看到他的輔助是上漲的 其中是以整層屬家 漲得最高 大概是63、64% 然後其次就是獨立套房 那我們那時候就去訪問了 比如說學者跟就是租賃的專家 他們給我的答案是 為什麼租金會長 第一個是因為房價很高嗎 那你要獲得這個房產 相對付出成本會高 但是最近房市比較低 所以他寧願收著 他就是先不賣 他買一個賠 所以他就是先收著然後租出去 那租金相對 他可能要把就是賣房地產的錢賺 價到租金上面 所以租金會 可能會就是這樣子漲起來 那第二個是因為就是以租代買的需求變高 譬如說我是小租租 我覺得我可能買不起吧 不然我租一輩子好了 不然我現在就用租的屋 但因為租的需求 租的人變多了 需求也變多了 所以就是價格可能就有應聲上漲 這樣子 就是我們訪談到的 就是一個可能的原因 不好意思 夠了幫我下一張嗎 對 那其實在這個專題裡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點開我們的專題看看 因為其實這個專題 除了我們就是寫類 寫出來的文字以外 其實我們有用了就是數位複動的方式 來讓大家更理解 不同世代的出入出錯 面臨的困境 那我們這邊就是有三個人物 第一個是30歲的租屋13年上班族 第二個是40歲四個小孩的媽媽 跟先生沒有賣房 選擇租屋生活 第三個則是81歲的終極收入 他目前與一群老人 住在望王地下室的瓜居 那你不要覺得這三個人都是不虛構 這三個人都是真的 就是我只是改編他們跟我講的 採訪內容 進來這個對話紀錄 所以你如果點進我們的網站 你可以選擇跟這三個人 另外就是房東跟房仲互動 來看看就是他們面對更細節的問題 以及就是房東跟房仲又是怎麼看租屋黑市的 那我這邊大概講一下就是年輕人 就是我採訪到年輕人 他們普遍遇到的問題 都是薪水漲幅跟不上租金漲幅 因為這七年來的數據 明目薪資大概漲了22% 但是以獨立套房來講的話 大概是漲了大概40幾% 就是真的是兩倍 所以這個狀況之下 尤其是在租市的租金是非常的吃力的 那另外就是你是蔡野娘的租屋屋 或是你年欠租屋屋 你可能遇到問題 譬如說我的個案是遇到屋頂天花板漏水 但他就覺得說算了啦 可能你煮那邊煮 煩惱便宜就煮吧 所以他有一些權益上做什麼 他也不敢跟房東阿路 所以年輕人會遇到的問題 大部分就是這兩個 那在就是年輕家庭的狀況之下 其實他們更是生活得非常吃力 因為這個媽媽跟她的先生 本來是創新家庭 然後大概他們都是大學 他們也不是很破譜的家庭 他們都是大學畢業 然後收入大概是兩萬到三萬 四萬 但是他們第一個是要找房子 你要找一家五口的房子 在台北市 我想剛剛有提到就是要找房子生活的人 應該整層住家你可能不付而已 兩萬、三萬 你可能住到比較品質比較好的 那另外就是他們的小朋友非常多 他們的小朋友四位 那小朋友他才小 他如果生病呢 或是他需要學費的話 他其實也不能壓太多 就是支出在主金這上面 所以他們等於是有點被租金 跟生活費夾殺 那這位媽媽最後就是透過了 政府包座代管政策 就是在媽媽淨淨萬人 找到了一戶五萬三個 就是整層住家 三房兩庭的住家 他才有點鬆口氣 因為那時候他才發現他又懷孕了 然後他說他知道自己懷孕的那一瞬間 是直接掉眼淚 通常我們在小孩子後來的社會 我們會覺得你懷孕了那真的很棒 但是他卻是掉眼淚 因為他真的沒辦法再想像 他怎麼在支付這個小朋友的學費生活費 這只是他的主金 對 這大概就是年輕人他所面對的主務問題 那接下來想請主務介紹 就是老人會遇到的困境 好 大家好 我是報則記者佳林子 那我自己本身在報則這個相對自由的工作環境下過往其實主要會做的議題其實稍微偏門的 也沒有像這次主務議題這麼的貼近名稱還有大大狀況 做比較多是包括基層疾病議題以及剛開始的一些轉型戰議題 那這次會跟同事真話一起合作這個主務議題其實也是有點機緣巧合 在可能幾個月前我有做了一個關於台北市的平價住宅 就比較是弱勢居住的一個議題 那所以就想說這個在主務題我們在主流的媒體上 包括看到的可能是比較實際切身相關的一些可能權益啊或是年輕人的一些需求 但是其實若是在居住方面其實長期是他們本身其實第一個發言權是相對稀少 那可能在社會中的比例也是在整個政治氛圍上的資源不會放在那邊 所以就想說我們希望可以透過一個比較全盤的這個立體的輪廓來去看待整個台灣 雖然我們的樣本主要是集中在台北 但應該是可以就是從台北這個地方來具體看見整個台灣目前現階段面臨到租屋居住的這個樣貌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要關注老人租屋的議題呢 當然第一個其他應該也是近幾年已經是一個理所當然的概念了 就是台灣已經正式邁入老年社會 在今年三月內正部的公路我們其實是 六組歲以上的老年比例已經超過差不多14% 那在WHO的定義中7%是老年化社會 那14%其實就是老年正式老年社會 那20%就是超高零社會 那其實在可見的將來 很多學者也預估我們即將就會邁入這個超高零社會 尤其在少子的話的這個階段 那所以呢 在現在台灣幾乎是每七個人當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 那在2014年台北市社會局也有一個統計顯示說 有7.2%的長者是有租屋的需求 那這是四年前的統計 今年可能會更多 那在我負責這篇關於獨居獨老的議題中 其實是更明顯的數據是 在台北市的獨居長者 其實今年來到將近54999會 台北社會局給我的資料是五年來的新高 然後其中超三分之一的這些獨居長者 低收以及中低收有1800人左右 那這些1800個中低收的獨居獨老商 其實他們應該都是沒有自由房產 然後絕對是他們的人生最後一層都是要依賴 不管是機構或是在民間的租屋市場居住 那所以在我這邊報導的 我們到這個獨老的議題中 其實關注的是這些機構之外 或是養老這些比較體制化或是比較照顧體制之外 到底這些老人在民間的租屋市場 他們面臨的處境是什麼 希望呈現一個比較立體的樣貌 可以給一些獨者一些想像 雖然說今天來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年輕 但是我相信每個人對於自己未來的10年20年 甚至到老年的日子會是怎麼樣 其實都是在現階上台灣好像都是滿不確定的 那所以我們看到現在 就在我們很近的台北市的一些很熱鬧的地方的附近 其實就是有這些老人他們過著怎麼樣的生活 那另外一個還有會切入這個議題的一個關鍵是 就是在長期在台灣扶持這個弱勢民眾租屋屋的一些幫助的崔他媽基金會 他們在其實很多年前就調查過 大概在房東他們租屋意願中 獨居繞圍區及精神障礙者 是最被這個整個租屋市場派示的租群 所以大部分房東其實聽到這兩種族群想要租房子都是不願意的 那崔他媽那邊也給我一個最新的數據 是他們在幫助這些有租屋需求的獨居老人的個案上 其實今年也是一年來最高 那可見的將來是會每一年會越來越高 幾乎已經在佔他們所有的這個弱勢輔助的個案數中超過了四分之一 不好意思 下一張 好 那就直接帶入這個 我可能自己從記者本身的現場的觀察 以及這些一些來分享 因為我們在那邊的採訪花了很多次 所以有很多細節的東西 最後其實因為一些考量並沒有寫到報導裡面 所以今天可能會從一些更多日常生活這種細節來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個 第一個會 我們看到的現場是在南機場夜市 他 大家一定有去過很多好吃的東西 其實就是格林的巷子 那南機場他其實是一個 在1960年代 在台灣那時候還正在剛發展的時候 蓋了一批所謂的整建住宅 就是一些拆遷的居民會住到那邊 他的屏處規劃都相當狹小 所以那邊其實也是蠻多弱勢居民會 弱勢的市民住在那邊 租戶也很多 但是在最底層 在這個整個南機場最底層的 其實就是一群老人他們住在一個不見田律 然後非常 味道非常難聞 然後到處都是蟑螂亂串的一個地下室 那這也是我們算無意間發現 那其實在關於這些老人的 所謂摸居的議題上 過往的一些主流媒體 其實過去幾年都有去呈現這些樣貌 但是這是可能我們想講 是一個更立體的 就是這些老人為什麼來到這邊 然後他們為什麼不願意走 或是政府的資源為什麼沒有辦法幫到他們 那所以我們分了好多次去拜訪 然後就告訴些 這些老人例如是像過往 可能在主流媒體的一些 可能都是比較是圖像式的 看起來很讓大家覺得很不OK 然後很覺得說這些人很可憐的 這樣很需要幫助的圖像 反而是他們其實在那裡面 形成了一個自己的社會 那這個東西可能會在 會對照出其實在這些老人 他們的真正的需求其實 或是他們為什麼來到這邊 那第二個現場 在下一章 第一個現場其實在 也是在燃機場周遭 稍微往北一點 通過萬華車站到龍山市周邊 其實那邊是幾乎有著 台北市最多最密集的這些連駕租屋處 就是隔成一小間一小間的小套房 因為那邊可能過往 就是居住許多勞動 勞動者在那邊 以及在龍山市的一些 不管是他們的生活上的需求 以及工作上打零工的需求 所以隔了非常多 跟剛剛的地下室不太一樣 是有很多是整棟的 然後整棟甚至有些 過去在那邊是小姐 曾經在那邊做生意 然後後來可能因為 台北市的一些政策轉變以後 又房東就把它買下來 改成租給這些老人家 就是從這兩個現場中 就是會看出 第一個現場 我們會發現第一次進去的時候 那時候是 在南京廠也是一位方和生理長 帶我們進去的 因為他一聽到說 我們要做這個 若是想要了解 若是老人做的問題 他就說你媽媽去看看那個地下室 然後他就其實講得非常氣憤 因為那邊去年六月才剛發生火災 然後裡面大概住了十幾名 幾乎都七十幾 甚至八十多的 行動不便老人家 因為他們基本上 都是理這些異收 然後家人也 常常是斷絕關係 或是自己流浪在外面 所以負擔不起一般 甚至六七千也負擔不起這樣的價格 那行動不便 所以也爬不到更上層的 這些比較便宜的廉價租屋處 所以他們才會來到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去年六月 其實就是因為一個老伯伯他想要驅趕這個房間裡面的蟑螂 所以他自己燒豹子 然後結果就在中午不慎引起這個火災 然後好險是 那時候幫你講說好險是 這個事情是發生在中午 如果是發生在晚上 那真的很不可想像 因為這些老人他們基本上都 就是一火一火的 就是需要人去扶持 那各位我查新聞的話 應該會看到 去年《帝國日報》也有拍一下 就是當場的一些場面 就是他們老人家其實是被救護人整個排出來 然後燒得就是整個演唱都黑 那幸好是沒有發生 就是沒有傷亡這樣 那所以這個 南極場地下室在去年發生火災之後呢 居然那個地方並沒有被拆遷 而是很吊詭的是 而是社會局花資源 請民間的一些義工 去那邊把他升級了 把他加裝扶手 然後重新游期 然後把一些地方 就是甚至現在 我們剛剛採訪結束的時候 他正在把一個公共區域 清得比較大一點 所以在地的方式里長 他對那邊的弱勢局都很糟糕 他就非常的不解說 難道這個房東是台北市長的親戚嗎 為什麼反而在發生這麼嚴重 然後已經暴露出這些火災地外 在這麼幾度安全威脅下 還要幫他們重新升級 然後甚至房東還順勢漲的房租 他們房租一個月是4,700 然後這個 有社會局把它重新 就是把環境大嫂完以後 就變到5,500的房租 所以那其實社會局其實也很無奈 因為他們會發現說基本上現行的 不管是機構或是社府單位 是有點無力承接這些 這些老人他們還不到 無法治理生活的地方 所以他並不是失能 就是這些老人他們雖然行動不變 但是他可以神智都很正常 然後偶爾也會出去公園活動 那其實他們本身也有他們的自主性 他們會住在那邊的老人 或是在 包括在龍山市周到來 他們其實都是比較喜歡自由一點的生活 那他覺得說他雖然 他們雖然領了一些很少的補助 但是可能有 有的期限多 他們住在那邊 剛好台機場房租長在那邊 有一個社群網絡 有幫他們送餐 也有免費的餐可以吃 也有讀書館可以看報紙 然後一群老人在裡面 其實大家可以 甚至是有點像是一種 另類的在地勞化 結果他們是會覺得說 我們在那邊每天都有人可以聊天 然後有人可以作伴 但是有個詹貝貝跟我說 他們常常晚上不睡覺 就坐在那個 他們有個公共區域 在那邊講話講到天亮 那這個是 那對照出在剛剛第二張 這個頭影片的 萬華的這個重擊的這些連架珠 其實就因為去年的一個 非常嚴重死傷的火災事件 中和的 大家可能有聽過 中和的這個租屋處隔間 死了大概九個人 所以在那一波之後 內政務就有提出一個 寄存為件的處理的 所謂的 跟地方政府說 你們要加強管控 然後加強列管 然後可能每一季都要回報 所以在那個命令下來之後 其實有些地方政府就動起來 去把這些很不OK的 那個小租屋的地方 給他就是插封掉 所以就是直接會影響到 萬華車站周遭的這些地下室 我們訪問的 訪談的老人福利中 萬華的一個福利 老人中心的社工就是說 據他所知 他服務的個案 其實就因為這個 受到火災的這個 新聞效應的影響 然後他住的這個地下室 在萬華車站附近 就一夜之間 就要他走人 公務單位 就把這些地方全查 但是 為這些老人 到底何去何從呢 其實並沒有人 真的幫助他們 除了社工 這個重擔就落在社工上面 所以社工在到處找 這些房源的過程中 就會發現說 一個老人租屋最具體的困難 就是這個租屋起室 這個租屋起室 應該大家也過去討論很多了 因為超過水媽媽的數據 以及親身的經歷 當你是一個老人家 哪頭白發 要自己去找房子 其實就是大部分 九成九都會被打搶 所以在這些公務部門 無力承接的情況下 老人家又海不到失能 或是他的 也不夠有家庭支持 可以讓他安享晚年到機構去的狀況 這些獨自 就是游離在這個城市的老人家 其實我們看到的現狀就是 可能負最大責任的社會局 他就只好和民間的這些 流走在法規邊緣的房東妥協 甚至是還幫助他們加裝這些警報器 或是扶手等等 那還有一個在這個報導中 很想強調就是說 這些老人其實我們看似 好像很 做的地方很不看 然後很需要幫助 但是他們其中 剛剛就提到這種 彼此陪伴的 甚至是互相扶持的一個文化之外 其實就像一個小社會 會有這種霸凌的情形產生 這也是我在採訪中 就是大概花了幾次去拜訪他們 無意間碰到 像有一次我就去拜訪 再去重新去探望那些 住在南機場夜市寶的家的時候 就發現怎麼有一個 大概四十幾歲的婦女 她就對著地下室門 一個住客 就是一位住在地下室老伯伯 破口大罵 而且罵得非常難聽 三字星五字星全部出爐 那後來那個女士才跟我解釋說 她的媽媽 她的媽媽也是她的室友 然後這個阿伯 一天到晚就騷擾她媽媽 甚至威脅要跟她上床 然後買 常常就是買東西 給她買飲料或是買便當給她喝 給她吃燈 事後就是跟她要大概十倍左右的這個 就說你欠我多少錢 多少錢這樣子 所以她就 然後她也非常無奈 因為這位女士她本身 就是家庭情況也不好 然後她的先生也就是生病 所以然後接媽媽回家住 就是長期的和先生都產生衝突 然後是火災意外之後 她也試著帶她媽媽到陽明山的這個老人公園去住 她媽媽完全住不習慣 而且非常 就是狀況更加非常早 然後反而把她帶回南基行夜市 以後她發現她整個精神都變好 因為他們整 他們家庭應該就從小是在那邊成長 那這個阿嬤本身就在那邊洗碗啊 或是煮家庭 其實那是她的 等於說她的歸屬感所在 但是現實條件下 因為一些家庭辯護 就是兒女其他兒女都沒有辦法負擔她的生活 所以只好來到這個很便宜的租屋處 那所以這些 那那個霸凌這位阿嬤的阿伯 她其實也聽居服員講 她其實也蠻可憐的 她其實是一個很像是真的是一個下流老人的一個樣貌 就是她本身幾乎雙目是失靈的 只看得到你就是你配音 那因為她在那邊混跡很久 所以活動什麼還都很熟 但基本上她是看不到什麼影響 然後甚至還長得腦瘤 那可能也因為這些身體因素 影響到她一些精神狀況 所以那個這些情緒阿或是 或是人跟人相處的摩擦都非常非常 非常發生過非常意外 非常多這個插曲 甚至我們去第一次採訪方和生理長的時候 她就跟我們提到說 有一位阿伯八十歲 前幾天在病例商店 偷了一罐新東洋肉醬 然後現在因為繳不出這個發環 然後就被送去關二十天 那後來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就是這位霸凌阿嬤的這位老先生 就是說就是說她一被關回來 脾氣就大變 然後就跟每個人都起衝突 然後我跟你講 然後其他的榜客其他的阿伯 都一直在抱怨她 常在房間裡面大小便或是濕鏡 因為她基本上看不太清楚這個 周遭樣貌 所以常來不及去廁所 所以她就說他們也是都是很 就是那個關心裡很難去用一個 到底誰是善惡分明的樣貌去看 但是同時她又存在著 這些老人在失去了家庭的支持功能之後 彼此扶持的一個網絡 所以是很矛盾 所以這些種種離不開的 離不開那些地下窩居 或是這些他們被拆遷掉的地下室之後 還是必須找尋 這些有走法律邊緣的廉價租住 就會發現我們在報導呈現中 其實在最後再書寫 在想說抓出什麼軸心 要怎麼去呈現這些老人家 都不是在消費他們悲慘的結果 所以在報導的中間是有很多掙扎 那當然回到比較實際的 就是說到底政策能不能為這些獨老做些什麼呢 那很明顯我們就發現這些 目前新政府上台包括社會住宅 還有這個包租代管 還有行事有一點租金補貼 其實看似都很用心 以及很想要照顧落實 但是實際上用在這些最需要幫助 最需要改善他們的人生當中 可以安享晚年的這些長輩狀況 卻是有一段差距 那第一個就是租金補貼是滿久 已經在台灣算滿久對弱勢租屋主局的一個補助 但是它法規限是一個門牌子 一個人申請 所以基本上這些散布在非法有監的老人家 都很難用到 儘管那個房東願意讓他們寄戶口在這邊 那因為寄戶口關係到他們的社會福利身份 必須要領取這個低收補助 但是租金補貼就很難拿到 第二個就是現行的這個包租代管 就是由政府委託一些業者 甚至NCO們像崔媽媽 他們來作為房東和房客中的中介 然後用專業的角色來 而不是讓房東和房客直接面對面 然後造成一些歧視 讓專業者來替這些弱勢或是老人家 或是一些需要幫忙的 需要居住上幫忙的人來協助 會發現到目前在這個政策中 對房客的權益還是不足的 因為他還有很多優 因為剛剛這個同事有提到說 由於台灣的租市場是一個黑市 所以政府也很希望 由這種比較建制化業者來參與的過程中 慢慢把這個制度建立起來 所以他目前政府規劃很多租稅的優惠 包括是這個房屋稅、地價稅比較自用 然後這個所得稅就是有很大優惠這樣子 但對於房客呢 基本上只有一個可能就是如果說這個房東 就要給這個房客租一租 租三個月 結果合約還沒到的時候 房東說我要賣房子 你不能住你要走 房東基本上只要提前一個月通知 以及再可能陪這個房客一個月租金 就沒事了 所以基本上對房東來講 只是一個金錢上的損失 但是對於 對房客 對弱勢的房客 也就是一個很茫然的未來 就是他又要去 像重促過往的這個輪迴這樣子 那以及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尤其一般仲介業者會覺得 雖然理想上會希望他們 用他們的專業去幫弱勢媒合 但是其實對仲介業者而言最實際的是 他能不能在有效的時間內 成功每合到一定的量 然後讓他的公司能夠繼續引運 所以這樣的邏輯看一下 其實一般如果在商業上的業者 他必須要選擇還是一個可能年輕啊 或是家庭或在租屋市場上 比較不會出問題的這個租客 那如果我承接一個老人家 一天到晚你生病啊 或是又在房子裡面有些狀況的話 那他們對業者而言是大負擔 那因為目前的這個政府的 這個業者的這些補助期 都是必須要有很長的行政流程 那包括這幾天新聞表 大家有注意有一個這個 台灣很大的這個租屋仲介業者 被新北的這個新北市政府 稍微暫停他們的包租貸款案 因為他們就是delay了給房東的租金 就是這個這個手續都會很耗時 那另外一個更就是大家現在很夯的 就是社會住宅 就是對於居住正義好像回應了過往 台灣民眾一直很不平的這個高房價時代的回應 但是會發現說這個目前還是以青年為重 那當然很多人會說這個直接就是 跟醫院士選票相關 所以醫院士選票都在這年母親人身上 那以及比例是相當的少 像現在比例最高的台北大概排不到2% 那這個其中的又有30%給弱勢者 那弱勢者分在這個住宅法裡面 有分了12類 包括單親啊 然後甚至有愛知識代言 然後甚至很多很多種 所以更稀釋了這些很弱勢的老人 那後來我們在訪問內政部市長 目前在花季群 他目前負責整個幾乎是從中央的住宅政策中 他就有提到說他也坦言 目前政府還沒有能力去針對這些窩居的情形 做很深入的包括列管或是改善的辦法 那但是他就提出說 除了包住代管之外 這個未來的社會住宅在興建 有沒有可能去提出一個多遠的想像 可能不是像我們傳統小家庭這種兩房一廳 或是一個不整整 而是說仿造這些隔間 用小隔間壓低租金 然後讓公共空間釋放出來 然後讓這些品質能夠稍微OK一點 但是租金負擔又能夠貼近這些弱勢居務者 那他提的這個想法 其實在民間的青年的一些居住實驗中 過去幾年其實大家也看到很熟知的 像是酒樓啊 他主要是以年輕人為對象 在比較小 雖然他們的睡覺或是床的空間常常是上下層 但他們有這些公共空間 然後讓這些多元的想像 那就是未來可能在家庭結構的改變下 我們有一個新的這種居住的模式 那我自己本身最後再回到可能在做租屋市場 租屋若市或是租屋市場這個議題之前 會開啟我對居住議題的第一個報告 其實是關於這個國家介入若市居住的一個很早期的案例 叫做平價住宅 那這個平價住宅其實是跟 可能在1960、70年在跟台灣大量新建國宅任的時代 在之前 他是政府那時候就是一個十大建設的時代 還有很多建設 用那些樣板建設 來讓那時候可能在國際斷交局是整個民進步的時代 看到說政府在替民老百姓做事 那就會發現這段歷史還蠻特別 因為後來台灣整個轉向到自由主義的路線 非常市場導向 那在那個時代 其實1960年代末期 他政府建建一大批這些單元非常狹小 但是基本上他可以容納很多地收入戶 然後升職這些地收入戶不用繳租井 只要繳幾百塊的環 一直到現在在這個文山區的 有一個叫安康社區的地方 還是有目前在幾乎是全台灣最大一片的評價住宅 那他這邊也陸續其實進行了公共住宅的改建 就是我們現在所持的興隆公宅的前身 其實就是安康社區 那其實在這段歷史中 會發現中 會發現很多學者就覺得說 從國家的角度介入落勢居住 後來證實在台灣的實驗其實有點失敗 因為會發現說 他反而成為了一個 類似平民國的地方 大量弱勢集中 然後大量這些弱勢者 他們彼此之間 似乎缺乏了一個 他們可以往外 重新在社會上立足的能力 那甚至那邊也被周遭的人 視為是一個好像不可以 就是很排矩 很排斥的這種標籤化的東西 所以到底未來的台灣在社會住宅 慢慢興建的過程中 在這個弱勢的比例還沒有提高到一個一定的 百分比的這個目前政策 情況下到底我們該如何去思考這些最需要幫助的人的需要 以及說這些我們未來的老年社會 當我們家庭結構越來越單元化 甚至很多人沒有結婚 最後是獨生一人的時候 這個居住的想像該會是什麼樣貌 那我覺得我們都是面臨一個很激烈的這個 而且非常嚴峻的轉捩點 那接下來就也期待兩位老師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剛剛兩位的分享讓我想到 這邊去看了一個展是貧窮人的台北 然後還有一句話 他說人蓋起城市 城市因帶人溫榮 那我想剛剛 我覺得大家喜歡報導者 或許是因為他不但有貼近人心的 很個人很真實的故事 他們也做了很多政策上 或數據上面的生物研究 那更有很多社會現象的觀察 他們關心的是人在這個狀況和處境是什麼 共居文化的內涵 或者是甚至歧視的部分 那今天在場還有兩位我們的老師 跟大家介紹下一位是台北大學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的 洪正文老師 另外一位是最大的地震系的張之樂老師 兩位老師都在這裡 跟妳交易的時間 那我剛坐在那邊一個角度 剛好就對那兩位老師 那兩位老師比大家還要認真耶 就是剛那個兩位記者在報告說 就一直這樣抄筆記 然後我在偷瞄 就還瞄到就是張老師的那個紙上 就是密密麻麻的 所以相信 待會兒應該兩位老師 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那張老師 這週也在蘋果日報寫了篇專欄 叫Foo黑市之多少 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就請兩位老師給我們一些回應 好 首先 我必須講 我真的對報导者 直五他們的報答 我覺得 感到敬佩 我覺得真的 很好的一件事情 特別有趣有類 這個是我們需要真正深度了解的一個很好的題材 坦白說 我之所以 類似報导者的想法 其實 大家曉得去年 這個 《時報》 《時報》有出版了一本書 叫做《下一個家在何方》 在座的人看到 但是說我曾經去 陳母一起导讀 類似這樣的場所 沒有感慨 因為 那個是一個 美國哈佛大學 這個 一個社會學教授 叫做 他 升附到那個 北國 Milwaukee 有 南北兩個黑人社區 他自己蹲點 在那裡做了 五六年 就是 來 自己當作房客的地產 去看那邊 美國的 這個 所謂 豬黑市 我那時候看這個文章 我想說 我要 美國是 當我在美國待了相當一段時間 美國有這麼多的豬黑市 我雖然待過 做了很多研究 可是 他的深入報導 讓我更多感觸 但我想 美國都有這麼多的豬黑市 那麼台灣沒有吧 後來 直聞跑來找我 聊聊 真的 他讓我就覺得說 我們台灣還是有這種問題 所以講這個 我基本上 我今天觀點是 神明有三個角色 一個大小子 我在政大教書 教了三十年 我教什麼 我教教住宅政策 住宅的一些市場 一些 住宅的一些問題 三十年 當然 有關於豬買的選擇 當然做了很多的討論 做了很多研究 從這裡面 看到 我們的住宅的問題 三十多年來 坦白講 沒有太多比賽 還可能來講 可能越來越惡化 當我自己也覺得很慚愧 教很多學生 這麼努力還是做不好 還是越來越壞 蠻有點洩氣的 不過 我還是覺得 我們應該 在界在立 把這些 我記得 在住宅 房產專頁上 應該要多做 發生 第二個角色 我也比較大的手 可能不知道 我其實 我住過 當我房客 我在台灣 美國 甚至歐洲 英國 甚至瑞典 都租了房子 當然 過去很多不同的租屋經驗 當作圖內圖案 比較有很多的想法 當我在台灣 我也有租房子 可是 我也做房東 大於不曉 我們現在在一起 你們兩個是很好的朋友 我的程度 我是房東 房客 所以 你覺得 房東、房客都在 因為 我老師是曾經的學生 然後 我的房子 也有助於他 我也碰到很多的二房客 所以也很動心的情形 第三個 可能有人知道 最重要的是 我曾經在 2013、2014年的時候 在 特別是 意外的 去 施設服務 代理的副事長 那這兩年期間 我特別 特別推動 我希望能夠發起所謂 愛心房東 這件事情 還有 除了剛剛講的 花褲貸款 我在台北社會上 在推動 我在發起 愛心房東的時候 發現 怎麼沒有人要來 參加愛心房東 什麼意思 就是 一家有工房子 來出來租給弱勢團體 然後 政府來協助 中間的媒合 坦白講 不太成功 可是 為了這樣的情況下 我第一個 我那時候 我家還有房子 那 這個 租給了二房客之後 實在不可能 再租給人家 覺得成本太高 所以呢 正好那個機會 我說那 如果我開得出來 那我們 在設施的時候 我就第一個來小新開展 做一個試探 說好 這個 張務司長 願意把自己家的房子 拿出來做愛心房東 那時候是崔媽媽 幫我們做一些 找到了一位 這個 單親媽媽 她帶了三個小孩子 她被家暴 那 那我們房子還蠻大 可以容納他們 那我們就用 實價的騎車單 一萬多 關注他們 那時候 我的感覺 坦白講是非常的高興 我覺得這是令人力氣 因為本來房子就脫根啊 因為不敢租了嘛 對 那 願意租給這個 他就得到好處 所以媽媽幫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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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一些很多事情 當扣掉很多手續費的時候 自己剩下一個拿到 他 有幾千塊錢 我覺得很高興啊 因為你控制放的也好 那就可以做得到落實 那我們這個應該 對某些應該有相當多 類似的情況下 可以產生一些 所謂這樣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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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裝的效果 可是還是沒有 當然大家就說 為什麼 大家不曉得 我們另外一個台灣有可能 這個東西 台灣的房子產生 三個很特別的 我們叫 房子的三高 我這個也在 譬如我 在那裡寫過 哪三高呢 我們第一高 當然是要高什麼價 不會 第二高 第二高 自由力 就是 這個 很多自由房子 80%的自由力 OK 第三高什麼 第三高 台灣有很多的空汙 空汙多少 大概上百萬多 但是有 20%的空汙 當然這個空汙的數字 很多的講法 不過 我講的是說 政府普查能得到的資料 那 空汙是零食 工作房東不用做效果 我當時有意 對一半的事情是空汙 我租給他 或者 後來早期租給他 對一半的空汙 我就下座 OK 我覺得沒有房子 這個 不用做 就有點認識 那當然 這是有時候 很多的情況是 他都說 就是要準備同池課 因為我們知道 大家知道 房租房價 台灣的房租相對來講 相對房價來講 是偏恨的 因為我們房價還不恨 但房租顯然 看起來完全不恨 可是相對房租和房價的關係 在我們做長期做研究的 房租和房價一定有一定的關係 因為那個叫機會成的收益成本 你要抵得去房價 這個事情 可是我們的通常 房租是多少 房租根本就是 大概是房價的 一二兩不少 一二兩不少 大概是全世界來看 是相對的 租金和房價 那是相對最低的 反正是沒有投報名 那沒有投報名 所以才會很多人 你會空這房子 不住給你 因為他在等什麼 他可能在資本利的 買金賣出賺差價 他不再等那個 租給你 萬一租不了 風險高 房買 或者租給你 到時候我要賣 你又不能走 這當然很多的問題 所以 台灣就衍生了很多的公務問題 那公務問題是資源的浪費 所以我一直在 推動包袱代表 可是推不下去 艾斯東東也推不下去 為什麼 最後想了很多 那所以 這個報道者來訪問我 後來其實 大家知道 推進天下 雜誌上路 在他們期間 他也訪問 告訴他們做 1901類似的報道 哇 好在現在媒體 開始關注到 究竟是什麼問題 所以上個禮拜 我就特別寫了一篇 豬黑時期多少 背後呢 其實我看到 大家知道 真正問題的核心 是豬黑時期 大家應該知道 政府有很多政策 包含現在很夯的社會住宅 住給年輕人 是這個解決問題 不但解決不了房價問題 也解決不了 豬死的問題 因為太少 那這個豬的剛才講 30%才是弱勢 70%是非弱勢的 搞得這麼貴的東西 幹出來的東西 古天那麼多 結果只讓30%的人 去搞不清楚 所以這反正是真的 還最弱勢的 其實不在 因為最弱勢的 根本不知道資訊 那個老人 都沒有 在這個情況下 你又看到 我們在推包租貸款 那是很好的政策 結果推不下去 然後再看到 這些五天 他不想推得還不錯 可是老人 衍生的是弱勢者 還是進去 所以真的問題 我就寫了 豬黑時期多少 沒有什麼行業 大家都點到 就是我們先租房子 房東都報稅 對不對 那我馬上想 欸 我報稅 為什麼可以有所謂的報稅 我們公務人員 所得報稅 這是很天氣低的事情 那房子內 房子跑不掉 租五九一裡面都多 你抓就抓到哪 對不對 那容許這個豬市場 百分之九十的豬市場 是不報稅的 那房客和房東 都沒有保障 房東怕得房客 房客怕得房東 結果兩個到時候 就整個豬市場 不公民不效率什麼 撩著出來 那豬黑時期 若不解決 坦白講 所以真正推不下去 那真的有保障落實 也租不下去 雖然政府開了 這個主任的專訪 事實上 那不是解決豬黑市的問題 那是來解決那些 所謂報復代管的 那些所謂專業者的豬市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 好像大家都不肯去打這個事情 那我覺得一直很浪漫 所以我就想把豬黑市的豬市場 我當然把台灣的豬市場 大概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說 那種商務 商務的 那個市場 就是一般那些 稍微比較 有錢人 或者他的 整個商販店的豬市場 那裡沒有問題 那是品質好 豬他也付得起 第二類 就是一般家庭的 整層的豬市場 那些 那個東西 還好 因為它整層 而且是這個家庭的 租屋的情況下 大概算很正常 第三類 就是那個單身的 或者學生的這一塊 那租的當然是套房亞房這一塊 這問題才出現 你看 那出現的問題 坦白講 那個單層的套房亞房 單個房間套房亞房 那個負擔能力 坦白說 還不算太大問題 雖然你知道 再多多一定 我還是問題啊 五六千塊 到內住不洗 可是事實上相對來講 他的負擔能力 還可以接受 可是他的品質真的很差 這品質差 當然也不曉得 我說我在美國住房 第一次很驚訝的就是 我第一次出國 我到MIT 訓練建築 結果我第一次出國 MIT 宿舍 MIT 宿舍 一看 哇 它是每個人一間 一個標準的 有窗子 有Digit這些東西 那個設備 就是覺得這是很典型 那我說 學生做得那麼好 可是 這是很膠張標準 那我就覺得 哇 我當初在台灣當學生的時候 是六個人幾一間 還有上面都是 吊在上面的床褲 下面是桌子桌板下面的 那居住品真的是 無法比較 那我再感受到說 我們真的 這個居住品實在是真的 差太遠太遠 所以在那個情況下 我就敢說 第三類的 學生或單身的 套房 雅房 其實品質的問題 其實蠻多 我覺得租金的負擔 我個人覺得 從我的角度來看 它是相對 相對的農程度 也不算 太高的情況 相對的 最大的一塊 就是其他做的 就跟真的 盧浩市的這一塊 完全真是很意識到 你根本不知道 老人 殘障 這個 單親 那些 一大堆問題 這東西完全不知道 這四類 那個第四類的是 盧浩市的 它的品質很爛 它也不來不起 老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去翻了一下 政府做的調查 剛好去年 政府做了一個 租屋需求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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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 一萬多筆 一萬多筆 它是找到 那些政府的 租金補貼的 租金補貼 最重要 我也被固定在 他們想設計算是 你會卡在這裡 其實不是很好 而且這個標新化 很重 如果租屋需求調查 是最好的一種方式 那它就做了這 一萬多筆的調查 結果一看調查 結果 看了一下 我隨便在做 一看結果 欸 租屋需求很好啊 裡面的租屋品質 對不對 平均都二十幾坪啊 租金大概 一萬多一點 可是它有 四千塊 六千塊的補助 政府的情況下 然後裡面的違建 就沒有啊 只有一兩趴的違建 結果看起來 如果政府的調查 那裡包含出來的時候 欸 租屋需求很好啊 你直接去推銷一下 哇 它講的好 是因為 它都是 租五天的那個 那為什麼租五天會好 因為假設的是 Elegal 你不能租 因為政府要租給你 一定要說你是 合法的房屋 你樓家蓋的 房東都過不了關 政府不會錢補不下去 所以那個是在一個 特別的懷疑下 所得到的一個 特殊的調查結果 反映出台灣的租屋 好像天下太平 而且還非常好 到我去了 哇 這個好像 在我感受到的 就覺得你去買多的啦 意思這樣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當然就有很多的想法 當然 我想今天時間關係 我不想看 我實在想說 真正的核心 租屋地下化 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什麼 就地上化嘛 就這麼簡單嘛 再把桌上 一定要把服務上的檯面來 就完了嘛 因為這個就是 大家就透明 你都跑不掉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租房子 你知道哪裡有房子可以租 我也不會被房東掐的辦事 房東也知道房客 我在美國租房子 房東事實上是要上房客 他說我過去租屋幾次 他過去租屋的房東是怎樣 我這個房子有不良的紀錄 也夠為交慢交快 房東房子之間的W全的知識 在台灣就是 整個不透明的情況下 那我剛剛講 主要問題就是 黑市地下化 地上化就完了嘛 對不對 那我最後 這邊我知道大家有些 大家就看一看 明年我說怎麼解決 其實我比較關心的解決 政府剛剛講 受救災 主要問題 因為太少了 而且是 百分之三十 財政公司 其實七十都是公司 所以你等那邊 慢慢等吧 OK 第二個 那個包袋管 包袋管 為什麼下不去 因為房東一旦 我接受了好包袋管的一些補貼 他就浮上台面來 一浮上台面來他什麼 他睡就要被出道了 睡坦白講 我當初我在台北市 在正式負責 我就把他算了 睡了多少 我怎麼樣補貼下去 那上面cover起來呢 他還是滑著來一點 那我小東 你還是滑著來 你為什麼不把它地上掛 他就可以滑著來呢 後來我聽到房東給我講 房東給我講 你不曉得 這個張老師啊 我一旦沒查到 是要浮上台面 變成要繳稅 不是只繳 今年這個數 過去二十年的 都沒有被追繳啊 我跟你玩幹嘛 我幹嘛要 為了開一點的 房東的這個 包袋代表的好處 結果我搞不好 前面十年二十年 都要被你 活稅皮膚 搬出來 都會不會翻 不知道 我本來就 逃了那麼多 還是依法可以追繳 還是要追繳啊 房東就 擔心這個 我不是擔心現在 要補稅 我擔心過去 都要補稅啊 那我趕出來吧 所以 那個包袋代表 就把他們嚇了 他沒有嚇了 我不知道 那個核心就是 這個比較透明 因為 因為我 這個合法的房東啊 他得到補貼 跟那個非法 我得到補貼 相對於是 我還是滑著來 那他幹嘛要選擇這個行李 這就很明顯 對不對 剛剛講的 那個 這個朱英普天的道理 也是類似 基本上你要得到合法的 對不對 那你要 扶上裁面 因為你一旦拿到錢 這麼大 你拿這麼錢 這麼大 這麼大 不會更有稅 所以你當藥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 所有人都在那個 黑市的問題 扶上裁面 當第一個 我的建議當中講的 第一個 就是政府是不是真的 你真的應該做真正的全面的調查 OK 你委託社會學家的 公民意見 怎樣 剛剛講的 像美國或者 報告這個一個例子 我們真正做一個 黑市的訪問 了解就是黑市是多少 對 多少的討論 所以多少 因為從我真正的講 這個國稅局 或者財政務局 應該做很脫財 對啦 他真的把早上 拿到國稅 這樣很多錢 會回來 那他可以做這個 這合理 就是說 你不要擔心經費 你花一點小錢 就是做這個大調查之後 然後 這個了解之後 政府稅收就回來 這個cover 應該是問題 第二在想 真正合理 我可不可以來一個 諸稅大赦 OK 好吧 就說 你再 假設啦 明天為止 你來 趕快來 跟我投 投降 赤手 OK 那我就只割 今年開始睡 以前的就 屁屁股笑 好不好 待會說 不公平 我要講 你為了要 能夠 地上化 才是長久之道 對不對 你不要說 那樣的大家都在講主 大家都不出來 但是說好 另外一個就是 努力一場 我其實要的是 努力一場 所以 第二個是說 諸稅大勝 有沒有可能 當正面 可能不見得 正面大了很多爭議 我覺得從 因為我大概是 其中的路門呆過了 我覺得幾個問題 比較重要 真正能夠有效率 所以 我是比較主張說 當諸稅大勝 成功只當天 不會 不過基本上 我要能夠讓大家 因為它 還是地下化 地下化 地下化 第三個 很平常 剛才講 剛才講 那個591號 或者這個 報導者 跟天下雜誌 都做了591的調查 裡面 多少的 所謂房東 是職業房東 換句話講 是超過三個以上 不多 可是 有兵高 有 天下 有一個35部 OK 那 坦白講 那還是小 我相信 那個 我也剛剛算過 一個房子如果只是 這個 套房 雅 房間 突出 來蓋好正式套房 可能賺不了太多 OK 或整身賺賺不了太多 可是 剛剛講的就是 把它折間 一旦得成五六千 一層 五六千是到 你看那個 那中和大房是多少千 三十幾間啊 十二九個人啊 那大房的事情 坦白講 我在那裡是大房 我都寫了很多東西 我住宅法要求 政府來就要做調查 不是我想說 政府來就要做這些 居住水準調查 每天都要做 而且要公布出來的 就是說 法在那裡其實沒有用 所以 我講的意思是說 如果一旦把 實際上房東 他折間 那個是大戶 而且是 賺很多的 黑心錢 那我就說 我能不能 第二個 第三個 建議說 從大戶做事 只要超過 三五戶的 才主動去抓 那當然就說 抓大家放下 簡單講 因為你覺得 如果要全部抓大家 草木皆兵 立法又過不了 或者 國際軍會貼了賣死 對不對 這是政治上可行 這是告訴大家 了解這個負責 可是 如果說 我只抓大戶的 大概 五趴兩起 OK 那我們就抓這五趴 其他人 暫時就說 大家盡量 用手放在哪 再移開 可是 這個就可以解決一大部分的問題 至少開始出來 OK 那最後 我們今天就說 我們還是要 推少子老闆 推少子老闆 對不對 坦白講 那個房東 黑市房東 不簽約 不交稅的 哪能容得下 房客只要 好啦 你現在對我不好 我等到一退出之後 我就抱你 對不對 你們要不能嗎 當然可以 隨著他們 隨著他們可以 那你絕對跑不掉 我意思說 只要抓幾個 OK 黑市慢慢地浮現 我的重點是說 我們如果不針對 不面對黑市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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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乎黑市的問題 不把黑市變成 地上暴擊 所有這次浮起 OK 所以這個 當然我們今天 在講法的是 你現在在 花很大力氣 帶世衛出財 很大力氣說 出現原來的錢 我們一部分出來做 把黑市地上暴擊 所以這是 我的朋友 請問 當然 很多朋友問了 很多問題 我想時間關係 有機會 謝謝 兩位 幫助其身 和張老師 在座的 聽眾大家好 那 我也很佩服 我們幫助 這個 針對這個議題 做非常深入的討論 那我也很高興 今天有這個機會 我們住在這邊 住在這邊 比我在學校裡面 更有成就 在學校裡面 我們常常要點名 學生還不見得會來 就算來了 好像也沒有像在座的這麼認真 他們可能在那邊 低頭的 努力的滑手機 所以 這種課程我還蠻喜歡來上 好 那我今年五十歲 在我這一輩的人裡面 我問過很多朋友說 你們有幾個小孩 答案通常都是零到二 所以我們只要聽到有 超過二 聽到有三個的 我們就 拍拍手 給予鼓勵 好 那我們上個禮拜 去參加一個國中同學會 坐在我旁邊的一個國中同學 他就跟我講說 他有五個小孩 那我們 我們旁邊的同學聽到就非常好奇 就說 請問這總共是幾個生的 他就說 一個 一個 大家也覺得很意外 我想說 原來應該是好幾個努力生五個 一個女孩 一個女人願意為她生五個 在我們這一代裡面 其實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 總統有幫一個講給他 對不對 對於我們鼓勵生育 有傑大的 傑出的 非常重大的幫助 那我們也想說 你為什麼要上五個 討論了半天之後 最後的結論是 因為他住在鄉下 房價比較低 因為我們最後的結論叫做 房價是避孕的最佳避孕器 房價是最佳避孕器 當你住在一個比較 房價昂貴的地方的時候 你自然的 你就會在房子跟孩子裡面去做選擇 你到底要生孩子還是要買房子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 很多很多的 這個年輕朋友可能會面對的問題 要孩子還是房子 那我們講說現在的少子化問題 非常非常的嚴重 所以政府怎麼樣去協助年輕人 解決他的居住問題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想要問一下 我們主持人宣儒 你需法律的律師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政府 訂了一個辦法 就是說我們平常我們在社會裡面 闖紅的人多不多 不多 應該不到10% 那如果說我們闖紅的人超過90% 那你會覺得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一個社會裡面闖紅燈的人 有90%的人在闖紅燈 是大家不守把還是這紅燈的規則有問題 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當然再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說 剛才有幾個朋友在問說 一聽到有人是房東 就說你有沒有繳稅 當然 90%的房東沒有繳稅 另外的10%也不是誠實的房東 另外的10%可能是因為他租給法人 租給法人是非繳稅不可 所以真正非常誠實納稅的可能是只有張老師 大概不到1% 當然大家可以想想看就是說 一個制度裡面有90%甚至到99%的人 都沒有辦法去遵守的時候 到底這個法是大家的問題還是這法的問題 當然我不是說不講稅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 但是當有這麼高比例的人 他沒有辦法按照政府的法令來執行的時候 這件事情其實要好好思考看看 他背後的問題是什麼 那當然張老師也特別提到說 現在我們台灣有800多萬戶的房子 有20%的房子是閒置的空在那邊的 20%的空房子代表什麼意思 一百六十萬戶 那我們現在剛才講說 我們大概有多少人在租房子 三百萬大概租了多少房子 三百萬 好一個房子住三個人大概就一百萬戶 但是我們現在閒置的房子有一百六十幾萬 那為什麼這個房子有人閒置在那邊 連出租都不想出租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就是說 租房子當一個包租公包租婆 是不是一件暴利的事 是不是有暴利啦 這是利潤非常高的一件事情 根據我們的統計 國際的統計 台灣的房東的租金報酬率是1.57 百分之1.57 百分之1.57 大家可能沒有什麼概念 那就是說你今天當個房東 你要靠你的租金來回收你的買房子的本金 你要花64年的時間 請問一個房子可以用幾年 可能就是50年 表示說我們現在的租金報酬率是非常非常的低 很多的房東 甚至160萬的房子是閒置在那邊 房東連出租賺個租金都不屑的 好這個其實是可以大家思考看看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第三個就是說 有時候我去買東西的時候 我會很想要跟店家贖取什麼 發票 想想他贖片我可能會中一千萬號 但是當你在跟店家贖取發票的時候 他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是未稅價 你如果說要發票的話 你要再含稅 這時候你會不會 會不會付那個含稅價 想想看 好那台灣 大家知道台灣 中小企業創造了很多的經濟奇蹟 我們有六萬多戶的中小企業是蓋在農地上 有沒有嚴重 嚴重 農地一旦被破壞了 整個農地的生產結構就破壞了 那所以說對於那個農地 農地為歸使用 容不容易隱匿 藏得起來嗎 應該藏不起來 這樣看得到嗎 看得到 看得到為什麼不去處理 這個比抓房東更容易 因為房東還要有找到房東房客去找他的契約 還要能吹哨子 但是六萬多戶的中小企業 現在蓋在農地上 不單單是破壞了這農地 農產品可能也屬到服染 賣到我們消費者手上 那政府為什麼不去處理它 如果說政府沒有人力 空拍嘛 不是很快嗎 當然這裡面 很多應該就地政法的事 後來就 就地怎麼樣 就地合法了 就地合法了 當然 有時候我們在思考一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大家可以想想看的 就是說很多的事情政府好像可以做 甚至 你有外國朋友來的時候 你肯定會想帶他去101看一下 你在101上面花了500塊 350還是500塊 帶上去 你看到什麼 到處都是違建 是不是 到處都是違建 那政府問人們不猜 很多東西其實變成說 很多東西都有它的社會成本 那當然回歸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其實現在尊正的房東要靠租金收入來 來當作是一個投資的話 投資報索率很低 剛才張老師講說 其實大部分的房東都不是賺那個租金收入 都要賺的是什麼 價差 真的是要賺價差 好今天如果說我們 對啊 當然如果說來講說 我不贊成逃稅 但是可以想想看為什麼 這個問題可以存在那麼久 如果說我們全部都要房東繳稅了 那請問房東會不會把稅轉嫁給房客 你今天是一個麵包店 開了一個麵包店 麵粉漲價了 你怎麼辦 自行其中 還是反應給消費者 當然這裡面其實 很多事情要搶稅是對的 但是在執行上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配套的 否則今天在座的應該很多是房客 如果說房東全部都要反應他的成本 就經濟學來講他就叫轉嫁 你覺得房東要自行吸收 房東自行吸收的多還是轉嫁的多 轉嫁的多 轉嫁的多 而且不單在要負擔得起 還要怎麼樣 好品質 當然現在可能兩個都沒有 我們覺得現在很難負擔 不管是房價或貨房租都很難負擔 而且就算你買到房子或者是租到房子 你也覺得它不是一個很好的居住環境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想說其實 我們最希望的就是要做住者式洗屋 不管你是買房子或住房子 都能夠居住在一個負擔得起 而且品質還是不錯的一個環境裡面 好大家可以看到之後 這是一個住宅的階梯 從最下面叫做無價可歸 台灣無價可歸的人其實相較 美國是一個副業的國家 我去美國住了一段時間 我發現美國無價可歸的人比台灣多很多 從最下面是無價可歸到最上面 就叫做擁有滿意住宅的人 從這樣的一個階梯上去 很多階梯 每一個階梯都是一個什麼 都是一個坎 很多的人其實正常的話 順利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是從一個坎一個坎 慢慢的爬上去 當然如果說你有父爸爸父媽媽 你就直接到最上面的地方 爸爸媽媽就幫你準備一個 滿意的自由住宅 但是大部分人來講 他可能要從下面的地方慢慢爬上去 從沒有家到政府 從無價可歸到臨時安市住宅 到政府提供的公共住宅 然後到外面的私人的住宅 但是有政府補貼 然後接下來到一般住宅政府不補貼 接下來第一次變成購物者 最後換了幾次房子之後 也變成擁有自己覺得還滿意的自由住宅 其實這邊有很多的階梯 那當然政府的責任到哪裡 政府是不是要讓每個人都 政府要不要協助大家都買一個 讓你們滿意的房子 我們講說其實一般政府的責任 下面是比較屬於政府的責任 住者是其夫 政府要讓每個人有地方住 但是不見得要讓每個人 幫每個人多買一個房子 那就變成共產主義國槍 每個人配個房子給你買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住宅政政目標 其實最好就是提供全民負擔的起 而且好品質的居住環境 什麼叫做負擔的起 負擔的起其實可以買的也可以租的 在很多的國家其實就算你不買房子 你租房子也可以租的很好 你可能一輩子都在租房子 但是即使你是租房子 你也可以租的很好 因為你可以定一個長期的租鞭 而且在一個比較專業化的出租社區 你也提供了很多專業的服務 其實可以租的很好 好品質的居住環境不單單是整個房子本身 其實也包含了附近的什麼 靈體環境嘛 生活機能嘛 都要好 好 下一個 那現在我們的租問題在哪裡 我們想說最重要的租問題就三個嘛 第一個就叫做租募期嘛 租募期可能是因為租金太高 也可能是你的什麼 目前的所得還太低啦 好 這是第一個 也是比較好解決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租不好 好 就算你租了一個房子 剛才講很多人住在違章建築 也有人住在一些很老舊、允漏 甚至叫農居的地方 甚至房東三不五時就叫你走路 租期不穩定 而且你的品質非常不好 這個叫租不好 第三個層次 就是很多人講說 就是有居住歧視的問題嘛 對 如果說是一些弱勢團體 或者是一些獨居老人 他要租房子 其實根本就是求租無門 當然換一個角度來想 今天如果說你們是房東的話 有這樣的人來跟你租房子的話 你願不願意租給他們 就是今天有一個獨居老人 你是房東 或者是你爸爸媽媽剛好有房子要出租 請你負責幫忙看 剛好有一個獨居老人來跟你租 你願不願意 就跟你的媽媽媽回答說 我就租給他了 這個東西其實也是有點難度 下一個 好 所以呢 要解決我們現在的住宅的問題 其實有一些基本的東西 就是說大家都希望政府協助 但是如果說每個人都要政府協助的話 我們其實就變成是一個福利國家 福利國家本過來是什麼 要多一點的稅嘛 對不對 當然如果說政府的資源很有限 其實政府就要讓大多數的人 讓大多數的人自己可以透過市場去買 或透過市場去租 自己就解決自己的問題 那剩下少部分沒有辦法解決的 就政府來單 那當然我剛才講 大部分的人能夠自己解決 少部分人就政府單 那當然反過來說說 大部分的人都沒辦法自己解決 政府的單子就會怎麼樣 很重很重 所以說我覺得要解決現在的一個居住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讓大多數的人都能夠自己去買 自己去租 解決自己的租認問題 可是你必須要讓現在的市場的運作 是一個好的市場機制 好的市場的條件 才能夠讓大部分人能夠租得起買得起 那這樣子政府就要怎麼樣 降低整個市場運作的成分 怎麼做 第一個 政府要讓資訊很健全啊 政府要提供很多正確的完善的 即時的資訊嘛 資訊越充足 大家能夠做正確的決策 第二個 居住 其實我們希望它是一個安全的 友善的 價格合理的 這樣的一個住宅的服務機制 那當然我們講說 其實現在大家就覺得說 不管我是租房子或買的方式 我可能要透過中介 現在的中介你安心嗎 可能覺得不安心 擔心會被騙嘛 擔心萬一簽了約 萬一有一些旅約的問題 所以怎麼樣去建立一個安全友善 而且大家覺得價格 服務的價格是合理的 一個住宅服務的平台 機制平台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第三個就是說 不管是 其實我個人的 我當然 我 我是房客的時候 我會覺得房東對我不太好 當我是房東的時候 我會有當機告 跟他張老師講說 我曾經租過張老師的房子 但是我沒有在他二房客的名單裡面 就是說其實我們要讓市場能夠運作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公平 你過度的保障房東或過度的保障房客 這個市場的運作其實不太能夠健全 怎麼樣讓我們的市場運作 是在一個公平合理的狀況 雙方都能夠得到一個好的保障 怎麼樣有效率來解決這個糾紛 其實大家都知道 萬一打官司 你要請律師 我們就給那個 我們做事人一點那個 一點服務費 打官司 給律師賺錢 可是問題是說 這個成本還高啊 那麼 租認的糾紛通常提見的會太大 但是如果說 我想應該會比請律師的錢少一點 請律師算很難貴 那如果說今天遇到我們有租認糾紛的時候 怎麼樣有效的來解決糾紛 當然為什麼大家會覺得房租房價很貴 其實房地產市場裡面就有很多投資客 很多投資客 那政府怎麼樣在租稅的政策上 讓這個房地產市場裡面 盡量回歸到它的居住功能 而減少它的投資投機的那個部分 那這時候房租跟房價就會漸漸的回歸到一個 比較合理的一個水準 那這時候大家就比較容易負擔得起 好 請下一例 好 所以呢 我剛才講說我們有一個住宅的階梯 那住宅的階梯其實 怎麼樣讓住戶 從一個階梯到另外一個階梯 往往需要很多的居住的協助 其實我就會建議說 政府要建立一個完善的 住宅階梯的一個配套的協助機制 那這時候其實政府資源有限 所以我們要結合一些所謂的私務門 尤其是很多的NGO 一些所謂的A0利團體來協助 那而且在整個資源的分配上 剛才張老師有提到說 社會住宅是給誰住的 好像聽起來好像要是協助弱勢團體的 但是在現行的一個環境之下 大家其實簡單來講 大家覺得社會住宅很重要 但是社會住宅蓋在你家旁邊你要不要 這個是一個很矛盾的地方 台北市曾經為了蓋很多社會住宅 其實在公立位就被人家灑名字了 因為他們覺得說今天在我家旁邊蓋一個社會住宅 我的房價會下跌啊 我的公共設施 帶來很多的一些交通的擁擠啊 公共設施服務品質下降啊 會有這樣的狀況啊 對不對 好那這時候我們講說我們的社會住宅 其實在怎麼看還是有限 怎麼樣把我們的資源優先分配給作為最弱勢的族群 這個部分也很重要 那當然今天在座的聽眾裡面 應該學住宅的普通材料比較少 很多聽到很多是學社工的啦 其實我們講說我們要今天 我們要解決弱勢族群的居住問題 絕對不是只是在解決他的房子問題 是不是 他為什麼要住在這個這麼不好的居住環境 往往是因為他的所額就沒辦法提升嘛 所以說我們要讓這個 我們要很擔心的是什麼 今天有些人住在政府的社會住宅 住進去之後 永遠都不搬 他把那個有限的資源怎麼樣 就站在那邊 不流動了 一個比較好的社會應該是讓大家不斷的怎麼樣 有所謂的階級流動嘛 好我們把我們今天需要政府幫助 政府把資源給我們 我們使用了一段期間之後 我們慢慢的脫貧嘛 把資源給其他更有需要用的人嘛 今天如果說有少部分的人 就站在那邊 永遠的就佔用了這個資源 後面的人就永遠都在排隊 擠不進去嘛 好所以說我們要解決居住問題 其實要整合居住 就業社工安養這些 做一個所謂的配套性的 整合性的一個協助 而不單單只是給他一個房子住 給他一個房子住 他永遠是沒有辦法脫貧的 下一頁 好最後呢 其實我們講說其實政府 為了要解決民眾的居住問題 其實建立了所謂的 多元的居住管道的協助 可是呢 這個部分我個人還是覺得說 應該是民間為主 政府為福啦 因為整個市場 如果說都是政府在負責的話 讓民間其實長不起來 其實不是一件好辦法 應該是 回到我最先講的就是說 讓大多數的人 都能夠在正常的市場裡面 透過租房子 買房子 解決他們的居住問題 剩下沒有辦法解決的 政府把它扛起來 那怎麼做 其實我覺得現在目前 我們不單單是要有房子住 而且要租到好房子 所以民間要建立一個專業化的經營 提供長期穩定好品質 價格合理的租屋選擇 大家現在租房子很多的 聽說跟我講 住了十年二十年 還是覺得租的不好 很擔心說 之後房東把你幹做怎麼辦 如果說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的租屋市場的機構 很多都是個別的 臨時的小房東 他們沒有辦法提供一個專業的 穩定的 好品質的租屋環境 如果說以後 我們能夠把我們的租屋環境 變成比較專業化的來經營 就像我剛講 在美國很多的人 可能一輩子都在租房子 可是他可以租的很好 租的很穩定 他不需要去擔心說 會有被人家趕出去的問題的話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大部分人都能夠在民間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長期穩定 好品質價格合理的租屋選擇 這樣子是很好的 剩下來真的需要政府解決的 那政府就是怎樣 租不起的給他租金補貼 尤其是很多的年輕人 剛出於外面工作 工作不穩定 擔心生了孩子 怎麼樣 買不起房子 買了房子又怎麼樣 養不起孩子 這時候政府要給年輕人 多一點的協助 但是如果說年輕人自己 在外面找房子 不會受到歧視的話 政府其實可以透過租金補貼的方式 去解決他的租問題 那第二個租股道 租股道就這樣 有一部分的人是屬於 容易被人家做 容易被社會歧視的 這個部分應該是社會住宅 優先要去安住他們的 因為他們就是有錢給租股道 那政府就盡量的去 用社會住宅來安置他 所以我覺得現在社會住宅 安置那個弱勢族群的比例 其實應該還可以再高一點點 那年輕人當然很重要 但是年輕人可以有其他的手段來幫忙 因為租金補貼 讓他自己去年輕找 他可以解決的話 就五件的一定要佔用 那個社會住宅的有限命的 最後一個剛才講 租不好 租不好其實剛才講 就是整體的居住環境的品質要改善 我們其實 我們不單單要租到房子 而且想要租到安全品質好的房子 那當然怎麼樣讓我們的房子 未來從一個所謂的個別臨時的小房東 變成是一個比較有制度專業的 這個租刃的一個產業能夠產生 這個包租代管我覺得很重要 好我想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謝謝 謝謝 謝謝兩位老師 在政策上還有制度上給你們很多的建議 其實從政府調查變得黑數跟沒辦法關心到 從地下化到台面上地上化 那公開透明資訊更要完整跟及時 還有多元的管道 或是建立友善公平合理的平台 就是中間文字也哇學很多 那最後我們保留20分鐘 我們還是稍微因為大家都很精彩 然後我們可能往後結束時間也有個10分鐘到40分 20分鐘我們最後是QA的時間好嗎 那時間到了各位如果要離開都沒有關係 那我們最後就把時間保留給現場的參與者 有沒有人有問題要提問的 有 好那剛剛 那剛剛 我網邊做到了 好我想要講一下剛剛聽到那個社會住宅 跟平假住宅這兩件事情 因為我本身是有就是看過平宅的狀況 然後也上過一些關於社會政策立法課程 那我有了解到平宅其實是一個 政府以前很久以前的方案 就是已經二三十有了 那現在狀況可能目前只是只能出不能進 那其實我有走過平宅去看過他們的社區環 就是非常的髒亂 那我剛剛看到就老師說到 社會住宅可以讓更多就是需要的一些弱勢群體 比例是可以更高的 其實我不太認同這樣的說法 因為我覺得平宅 為什麼我有出現那麼多的問題 甚至像平民窟的狀況 是因為它變成就是一群最弱勢的人住在一起 那就會變成所謂的一個階級的排除 窮者就會更窮 那我相信社會住宅概念是青年跟一些需要的人 他們是做一個社會融合還有就是階級互相的影響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長久的 因為現在平宅太多問題 所以我只是想要回應就是老師或是報導者 就是剛剛分享的 然後可以讓大家思考一下平宅跟社會住宅 這兩者的本質性的差異 是要達到最重要是要達到社會原文 而不是階級的排除 謝謝 謝謝 剛剛黃老師有提到說 那個台灣的租屋投暴率大概是1.6%左右 那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數據可以顯示一下其他的主要都市 可能像是東京或者是紐約上海這一類的大都市 他們的租屋投暴率大概是多少 讓我們可以有個客觀點比較說 是不是台灣的一個投暴率是在整個世界在出產生明顯得低的 謝謝 我想請問張老師 剛剛那個愛心房東的那個政策 就是那個為什麼會失敗 我可能有興趣 謝謝 剛剛聽完那個影響 然後 然後有想到,其實想的那些部分都是一樣 然後覺得這個租屋的問題其實是環環巷扣造成的 然後我想起碼有的是你們覺得有面一個 因為環環巷扣一定會推到上面也是一個比較大的 然後老師你們覺得這個比較大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他有一個根本的核心或是你覺得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我剛好想到就是說 因為租屋主要來租屋房價那個房東不願意租轉空屋 比如造成那個資源浪費之後是因為高房價 然後房租沒辦法有那個有效的投資報酬 那老師你覺得 然後那個長房租的話都沒有要租 因為住的這些人他們的形勢也有大的上漲 老師你覺得這個可以當作一個貧富差距的指標 那貧富差距是不是這些問題比較可信 請問老師這個問題 第一個有關於社宅跟平宅這個到底會不會造成所謂被scumentation 所以這個隔離或者還是應該更混合的情形 我想問的是說 那個平宅應該有多少次合理 對不對 30、70、70合理嗎 還是有50、50 還是反過來是73次 沒有答案 不過我告訴你 我們另外一個想要思考 從資源的公平合理來看 如果我建了那麼多房子 那麼貴的房子 結果真的要包含的只有30 你覺得合理嗎 對 那當我的講法是覺得說 混居的比例 其實應該可以再讓它再拉高一點 達到50 我覺得是至少我覺得是合理 然後這裡沒有要的答案 不過我覺得 以這麼大 至少50 就是說我覺得應該超50甚至我覺得 那才是一個比較公平 justice的社會 OK 否則政府花那麼多錢 結果包含的不是真的 它是talking room 它真的是要包含的人 那只是來稀釋 當然稀釋的背後 其實有很多種方法 就是說 你看現在的那個 大家不要再以過去的觀念 那平宅只要是過去 為什麼 那開的房子其實是很差的 品質很差的 或者它沒有物業觀念進去的 現在你去看 我在我的認為其實 我倒是去看 那個大人鬥的那個 那個公仔 那個公仔 都是為本能不能進去的 而且有祭典制度 他們都說 那個都是問題 不要把過去的特本影響在旁 而且剛剛有朋友在講說 蓋公仔就好像要下降 完全錯 OK 你要不要在旁蓋公仔 我告訴你 我當希望 因為我蓋公仔旁邊是至少上升的 這是我們有學說 實際研究的結果 當然意思就是說 在國外和台灣過去的時政之上 過去是蓋公仔旁邊是下降 因為過去的品質很爛 現在的品質比你 現在公仔的品質比我家住的還好 你知道嗎 它叫智慧宅 它叫微建築 它叫微建築 坦白講我覺得現在的公仔是 over design 過度的把它包裝 包到結果死了 包到結果死了 那個房價 那個租金就拉高了 反而是不合理的 不過從那個角來看 房子 公仔的品質 與周圍的房子 品質是要好 所以房價不會提的 那個之所以的東西 其實坦白講 很多都是想把公仔做什麼 做公園 做那些其他的 不要改的房子 變成我家的後花園 到最後 非常重要的事情 坦白講 這個東西都只能討論 投報率 坦白講 台灣各國有比較 台灣投報率是最低的 一到兩回升 國外正常是三到五分線 絕對有 三到五分線以上 你去查一下 看公眾一下 很多都有各國的 大陸式的投報率 行不行 那有的 絕對超過五分線 超過六到十個 都也 每個點 狀況不太一樣 第三個 安心不如失敗 大家說失敗也有什麼 不能說大家都沒安心的 真的 從這條路來的確 我自己覺得 立人立己是一個好事情 我也很大 為什麼 我覺得我拿出來的房子 空的房子 至少空的房子拿出來住 你以為 租品價錢 租得很好 那你就不願意拿出來 當然可以理解 可是 剛剛講上百萬的空拿出來住 你多少收一點 然後又可以幫助弱勢的人 那你又會 怎麼講 這個 有效利用這其實是些好事情 那這所以沒有 我還是覺得 這個背後的大家其實 怎麼樣的方式 所以沒有提供很好的 找到適當的 配合的管道 這個平台 可能是一個原因之一 就是我覺得 從我的角度來進來看 崔媽媽當時來跟我 我們媒合的情況下 她找到很好的 所謂真正弱勢 我覺得 我幫忙 我覺得很高興 我那時候覺得 現實跟快樂 比 租給一般人得到 多了 這個 這個 我覺得 那兩個不同 我相信 還是有相當的 這個 願意做好人好事的 這個想法 只是 我要講 真的 我們很少有這樣的機會 搞他沒了很好 同樣的政府 我記得我在推演很多政策的時候 業者很容易 也願意幫助 可是政府提出一個好的配套 都是讓很多的 想要幫助的人 不願意幫助 或者幫助的時候 好像會被 產生很多的困擾 反而划不來 我想這裡面的問題 當我還沒去西舊過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做到的 第四個方面 講到說 房子的確 平衡 所以 我以前的問題 可是 我不覺得 我真的想去看 因為房價真的不合理 情況下 房子已經變成一個 叫商品化 變成一個 轉型工具 房子已經不是一個 居住的工具 對不對 是一個轉型工具 如果房子已經扭曲了 變成一個 是一個轉型工具 而不是一個居住的情況下 那根本有問題 就是 所以 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很簡單 只要是住的 我就給它清水 自住的清水 只要不是自住的 就是種水 那如果有三個五個 你知道我在生活的時候 第三個以上 第四個以上 就是叫做房屋 就拿房屋 提高兩倍 台北市開始 從1.5 1.5 跳到3.6 結果下一位 拉回來 全台灣政府 想來 新竹政府 跟議員 為了這個東西 還辭職 所以大家現在 回到1.5 的房屋稅率 我台北市 還是維持3.6 現在很多人都爭議了 任何人做 我只告訴你 這多政治問題 就是不想談 這個政治壓力太大 所以我當初 我剛剛為什麼講 抓大放小 我說我本身抓起 你知道 第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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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北市 大概不少人 兩趴 兩趴都很難推動 我曾經要推動是 第三個開始 那個十趴 十趴的比例 是第五個 三個以上的 對方的關係 所以我們退讓 到兩趴 先從兩趴開始 你知道都很難 那個兩趴都有影韓 它的 它的人頭是少的 可是它的 那個 拳頭是大的 所以拳頭是 它的背後 它的財力 所謂的 能力 是很大的 所以這背後其實是一個 我只能講 在我經過 外長這一集 集出之後 大家知道 這裡面大概 非常要 這個 抓大方向 否則你照著全民共青 反而死人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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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是 我有問題 我想我也非常同意 這個 目前的社會住宅的 提供優先給弱勢的比例 我個人也覺得還可以再提高 當然過去的那個 台北市的平宅 不是一個好的經驗 因為它不單單是 住的人是弱勢 房子本身也是 很不好的品質 但是 大家現在如果有去看我們 各縣市街的 新的那個社會住宅 其實真的都比我家還好 地域建築 智慧建築 裡面的很多的一些 規劃設計管理 都非常好 所以住在裡面的人 房子本身是沒問題的 住在裡面的人 其實我們講說 如果政府的 社會住宅的比例夠多的話 通通都進來 年輕人 弱勢族群 全部都進來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 當我們的資源 民得相對有限的時候 我們要優先給誰 我剛才想說其實 當然我們要幫助年輕人 但是幫助年輕人 是不是一定要給年輕人 社會住宅 還是說可以給年輕人 租金補貼 讓他可以自己到外面去 找到合適的房子 他愛住哪裡就住哪裡 他去外面找房子都沒問題 我想這個可以 可以再思考看看 當然比例要多少才合適 這也都有討論的空間 沒有一個絕對的定論 確實台灣確實來講的話 就是說現在的租金報酬率 確實太低了 當然在低 租金報酬率的情況之下 當然在低 租金報酬率的情況之下 他就沒有辦法去吸引 專業的 優質的 業者會益進來 經營這一塊 當然當品質提升的 當然大家也要 有心理準備 他的 有沒有物美價錢 這些事情 就是說 全部的品質都改善了 但是我們租金還是這麼低 不太容易 可能某種程度上來講 他也會反映到租金 租金也會上升 當然這個部分 確實以後 就是讓整個台灣的租屋市場 還有各種不同的類型 高品質高租金 中品質中租金 也有低品質低租金的 但是讓租屋的人是有選擇性的 我想這個很重要 那當然 我一直相較的是說 整個市場要能夠長遠的經營 一定要讓房東房客 在法律的層面上來講 他有一個公平的對待 而且一旦遇到糾紛的時候 能夠很有效率的 去處理這個糾紛問題 我們不可能為了幾千塊 去花幾萬塊去取歷史 去打好幾年的官司吧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市場 所以說怎麼樣讓好的房東 跟好的房客 能夠更有效率的 能夠結合起來 有沒有好房東認證 有沒有好房客認證 讓這個好房東跟好房客 很容易的 就彼此的 就達到一個 這個 就能夠是家戶的 就建立一個好的一個 租認關係 我想這是我個人比較 強調的一點 那至於說有沒有一個 非常核心的解決問題 其實應該是說 整個租金 租金其實確實跟張老師講的一樣 就是租金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講 會受到房價影響 剛才那個 我們兩位記者都有提到說 其實我們租金長很多 其實租金相對於房價來講 長不多 租金相對房價來講 剛才講租金 這年來可能漲了六七十百元 但是房價漲了好幾倍 真的是這樣 房價漲了好幾倍 租金其實相對來講 還是漲了相對不太多 但是我也必須承認一個事實 就是說現在的所得 不更是長期的停滯 所以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覺得負擔會加重 所以說我剛才有提到說 怎麼樣讓我們的租稅更能夠合理 讓投資減少 房價會高幾個 或總度來講就是 投資性的需求太多了 太多人在炒房 炒房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能夠在一些政策上 讓這個炒房的人 能夠離開市場 這時候房價降低 租金也比較有 能夠回到一個合理的一個水準 以上 謝謝 我們最後兩個問題好不好 哇太多了 你是問題還是你要分享 你分享的話 或以後如果大家如果有興趣 再跟你們分享的話 我還有問題 嗯 剛剛哪位先舉的 好 那就 另一位先生好不好 請 大家好 我是亮珍 有一個問題 我有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問報道者 就是 只會有提到就是說 另類的災機老化這個部分 就是提到說在龍山寺附近 當他們抽裡面的時候 會脈絡的時候 他們身體狀況 經驗狀況其實都變差 那 談到這案例的時候 我其實腦中跳出來的是 熱身療養醫院的案子 就是地府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就是說 他們在被迫拆遷 在離開了社區之後 其實他們 住進了到 嗯 熱身醫院裡面的時候 整個身體跟精神狀況 都是變差 那我們今天好像都是在談說 一個用 老實講的就是 好像我們在找一個商品 什麼樣是適合我們居住的房子 而不是在找一個家的概念 那報道裡面怎麼 從一個執行的角度來看說 一個 休息的地方 一個家的概念 我們要怎麼 在我們新的政策上有一個 就是 推動 那問了兩位老師的部分是說 老師剛剛有提到說 勞動和居住政策其實是綁在一起 沒辦法分開的 那有提到說 很多房東不願意報稅 當然 那就是問房客說 那我這是未稅架 要加稅的話 你願意負擔嗎 那有沒有人把他 就是這個 加稅的部分轉嫁到雇主身上 尤其是在大企業 他能夠 有負擔這樣子的責任的話 那就是能夠報稅 又能夠改善 年輕的 就是受戶者的勞動條件 是不是有辦法 這樣子一起來 推動 謝謝 就是剛剛這位朋友 提到這個 讓我想到 其實我原本 想準備分享一個案例 剛剛忘了講 就是你提到說 這個加的概念 就是這其實 我覺得 對我來講 身為一個記者 其實是 也不是專家 所以很難有一個 真正的解方或答案 但是我可以聊聊 在採訪部分中 對我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就是和同事一起 隨著這個萬華的 老人福利的社工 他帶我們去走訪 共產市周邊的這些 非常狹小 然後按摩天女的這些 這些居住空間的時候 他帶我們到一個 就是四層樓 以前他說那邊是小姐 是捷克 然後後來在 有前面的這個 店當店老闆 把他全部買下 然後隔成了 一層大概隔七間的這個 非常昏暗 然後也是都阿蠻髒 然後這個 甚至他的包裹箱 就是一片的狼籍 然後一堆雜物中 就有一個窗板 說那個床位 一個月也要大概三千左右 然後我們就在 社工就在找說 他服務的個案 然後就發現 那邊都很 沒有什麼聲音 然後他就打電話 和他的同事問他說 這個我們今天要 到來拜訪這阿蠻有沒有在 然後後來就發現 在等待的過程 在一片漆黑的過程中 在我們旁邊 在一個廁所 非常潮濕 然後就是 爬滿髒髒的廁所 旁邊一個 看起來像牆壁的 縫隙 突然 動了一下 然後我是第一個看到 然後就 突然那個 那個縫隙裡面 就有一點 瘋狂的光線 然後就出現一個 阿嬤的 跟我們打招呼的聲音 然後就有點嚇 就是原本是一個牆壁 然後就 原來裡面是一個 非常 可能 以我身高一代 是沒有辦法伸直的 一個架高的地板 然後那個阿嬤就 住在那邊 但是 後來他跟我們分享 他的 住在這邊的一些 故事還有心情 在 完全是顛覆 可能在我們 在採訪之前的 預設的概念 就是他說 他覺得住在這邊非常好 而且他 他身體 住在這邊身體也很好 然後每天可以在便當店 跟朋友聊天 然後他也覺得房東對他們很好 然後他說 我們這邊都是一個人 然後大家都住得很習慣 都住得很久 然後他 有失明事 會去老人福利中心 跟他們一起做活動 或是社工會帶他 就是 就是我們很難想像 這樣子的環境可以住人 但是這個阿嬤他 他其實老家在 他說他老家在金山 他覺得那個鄉下太 他覺得在這個 有一些 紅嶺的這些長輩 住的地方 他會覺得很自在其他 他說他鄉下住不關 然後這邊比較熱鬧 然後 就是 然後他來說 他雖然胖胖的 但是 這個 電風扇啊 或是吹 那個 抽空機這樣吹 他覺得夏天也無所謂 在我們的 經驗裡就是 那邊當然是沒有冷氣的 所以是非常 不通風 非常 意味非常強 但是他說他這樣也 也過得去啦 然後就是房租很便宜 然後他也說 他會打算 住到他 可能 必須要送到醫院 維持那一天 所以他的福安經驗 就是這樣子去去去 那所以 所以 帶給我一個衝擊 就是說 其實我們人就是被 其實我們是被空間所形塑 就是我們會 就是他阿嬤專 雖然我們可能 長期習慣了一些自己 需要最低居住水準 那內政府有一個標準的空間的時候 會無法想像 但是 這個空間其實就 形塑了這些老人家 在那邊的生活一樣看 那 您提到說 到底什麼是這個 一個一個家 或是我們對家的想像 我覺得這個 就是 很難有一個標準的答案 那在現行的台灣的這個黑市結構底下 我相信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老人家 就是 應該會 像這個阿嬤的案例 應該還會 還是 所在多有 那 就是 我只能分享 我們是被空間所形塑 那是我強烈的一個 所以 很難帶著一個 既定的框架去 去評判這個事情 但是 對居住的安全 我覺得國際這個事情 就是 會是另外一個 我覺得 必須要去 面對 好 請問時間 您到 還是 楊華老師還是 有很簡單的回應一下 剛剛對任的問題 我簡單回應一下 大家 會覺得 有空間 是 如果我們配套做好 例如說 如果 這個房租廠價 幫他提供 那 我會覺得 企業主 大家可以幫他提供 可是企業主 如果能夠提供 這個 稅庫的提供 是很重要 如果他能夠提供的話 那他就願意 那這樣的話 房屋廠商他就可以 稍微減少 或者 反而來講 只要你租金 可以有個程度的提供 我要的重點 不是在 稅少到多少 我要的重點 是租屋的透明化 黑市 只要浮上臺院之後 我們才能夠去觀察 了解問題所在 會不會火災 會不會不合理 不見天氣 剛才講的問題 家的問題 所以家的問題 就是那黑市 我一直強調 我們的核心是 租屋是黑市 如果租屋變成透明化 所有問題 慢慢都可以 有所掌控 然後知道問題 對症下要 那才是真正的問題 謝謝 我們時間真的已經到了 謝謝大家 今天的參與 然後謝謝四位講者 今天非常豐富的分享 那會後大家 如果有還有一個問題 可能都可以留下來 來私下討論 謝謝大家 今天的參與 謝謝